我今天才知道 你们猜怎么着 我爷爷参加过朝鲜战争 还得了两枚军功章呢 让人家中国奏成那样 还有军功章呢 战败还光荣了 这位美国的网友啊 你知道你爷爷他们 朝鲜战争战败说明什么吗 说明什么啊 没什么好说明的呀 战败就战败嘛 说明在朝鲜战场上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可是我爷爷得了军功章呢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我们的总统还接见过我爷爷呢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我爷爷后来开公司 还挣了好多钱呢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你没别的话说了吗 啊 你就会这一句吗 朝鲜战场上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有区别吗 就多那么两个字不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吗 你爷爷被我爷爷揍过 太那么欺负人了 我怎么跟你玩了 就没人 能怼着中国网友两句吗 英国网友 你啥 我扇个单子我啥 我爷爷也参加过朝鲜战争 他爷爷也揍过我爷爷 法国网友呢 帮我干什么 别整得好像我爷爷 没爱过他们揍似的行吗 我爷爷也参加过朝鲜战争 但是我爷爷 肯定没挨过你们揍 那肯定的呀 你爷爷他们5000人参加的嘛 不是逃跑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不是我爷爷没揍过你爷爷 是根本揍不着 跑得太快了 我爷爷 他他他 你别在这 他他他的了 你磕巴拉鲜 印度网友 你爷爷肯定没参加过朝鲜战争 你上 怼那中国网友两句 我疯了 我怼他 我拿啥怼他 我爷爷是没参加过朝鲜战争 但是我爷爷参加过德里保卫战呢 家都差点让他爷爷他们打没了 你咋不上呢 韩国网友 你上 怼他 你们平时那很劲呢 我才不上呢 你没看刚才那美国网友 都让他怼哭了 你咋不上呢 一群人怼不过一个中国人 你们丢不丢人 中国网友 我爷爷没参加过朝鲜战争 越越反席战呢 哎呀 那是几几天的事了 要不要先问问你爷爷 那什么 那个我有点事我先下来 哎呀 第一次进亚洲频道 都在呢你们 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我才刚进亚洲频道 这位俄罗斯的朋友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我这是第一次来亚洲频道 你们好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爷爷揍过你爷爷 漂亮 太好了 婉子